春节餐桌上通常都是满满的好料 每年肠胃不适求诊的患者 比平常多出两到三倍 今年比较特殊 防疫观念升值人心 虽然急性腹泻病例还是不少 却是近五年来的低点 像腹泻的人次也大概就两千多 那以前高的时候会高到将近去四千 所以大幅的跟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应该有关系了 可能跟大家习惯常洗手有关 但是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 肠胃炎主要的症状像是水泻和呕吐 也可能发烧胃痛恶心 通常持续一到十天 多与病毒感染与食物不解有关 呼吁民众用餐前后要勤洗手 用餐以熟食为主 急性肠胃炎依照病源 分成病毒性与细菌性 团员聚餐一定要多用肥皂洗手 避免生食注意个人及环境的卫生 才能够健康过好劫 大一熊中部综合报道